清明扫墓祭族,缅怀仙人,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传承,是中华传统孝道精神的体现。 4月1日,马英九首次回到家乡湖南湘潭县,与三位姐姐,一位妹妹一起祭奠仙人,慎终追缘。 从长沙出发,驾车约两个小时,中兴设计者来到马英九祖父马利安墓地所在地,只见其墓地位于一片稻田中间,前林香水,后一牛山,牛山三面围绕将墓地环抱,两棵长青柏树立于墓前,汉白玉墓碑上刻着咸考马公大鸡老大人之墓。 作为马英九在大陆的至亲,其姑姑马云英之子刘兆礼告诉记者,英九表弟此次返乡祭祖,是他的舅舅马英九之父马赫玲一直以来的心愿。 要引脚新生回大陆,谈情访问,急走,这都是我教教教他的,所以实现了我教教的愿望,这是非常高兴,我也十分欢迎他。 刘兆里说,位于湘潭县白石镇的潭口村四门前,是马英九祖辈的生息之所,也是马赫玲的出生地。 当地虽经蹉跎岁月的沧桑风雨,但原乡风物和长辈们的足迹依然清晰可感。 记者在这里看到,老四门前异度台阶边兴修的舒散亭里,五块石碑铭刻着马英九祖父马利安等乡贤,召集当地乡亲,捐资在此兴建码头,方便民众免费过疆的功德。 现在呢,我们来到的是马英九先生的祖籍地湖南省湘潭县白石镇。 在我身后的这个四门前异度呢,就是由马英九的先辈和当地的乡亲们一起来修建的。 他见证了华夏儿女慈善有爱的优良传统,孕育并见证了马英九先辈的艰苦创业和成长发展。 对于宣传善行义举,教育后人,创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,因此呢,湖南省人民政府就在此立碑纪念。 马利安去世后,马英九之父马赫玲便跟随母亲举家迁往湘江对岸的恒山县生活,于1935年2月考入百年名校湖南粤云中学。 由近代著名教育家何炳玲先生等人创办的岳云中学,秉承着科教新国理念,主张得智体全面发展。 岳云中学在教书与人,重视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同时,聘任体谈名师杨一南主管体育事务,要求学生坚持晨跑和参加球类田径竞赛强健体魄。 岳云中学校办主任杨光辉向记者介绍,马赫玲在校期间成绩优异、酷爱体育,游以田径和篮球健常,曾任校篮球队、排球队、田径队队长,参加湖南省运会,获得过中场跑四个冠军,创造了湖南体育运动史上的奇迹。 2005年的时候,马赫玲先生给学校写了这一封信,感念校长和他的老师对他的培养。 而这种培养,对于体育的重视,对于健康的理念,他把它灌输给他的儿子。 所以这一点,对他一辈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马赫玲毕业后,为纪念恩师何炳玲和杨依南,曾个人捐赠一万美元,设立依南体育奖学基金,并设立何炳玲奖学基金,又联络部分屡台校友,捐赠数百万台币,用以振兴校训,家会学子。 杨光辉说,从马赫玲与学校的往来书信中,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身怀家国情感的人。 马赫玲生前,长期致力于促进海峡两岸通力合作,和平统一。 在他退休后,成立了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,期盼两岸,团结合作。 他还多次回大陆探亲访友,游览观光,对大陆的巨大变化倍感高兴。 马赫玲先生,以约云的教学理念,来培养他的儿子。 在心里面他是这么说的,生我者父母,再造我者是约云母校。 他对学校的感情很深厚。 而在新的结尾,他还说,因酒。 而他是约云中学教育的产品。 他也寄希望于他的后代能够回到这里,来看一看,来感念一下母校的这种精神。 马赫玲先生是主张国家一统的,他也希望我们这个民族新生。 所以在这一份心里面,他有深厚的感情。